上次爽约的事 翻篇了 再说你也不是故意的 来 看看 我们这个项目可是很有前景 光前期调研就花了半年 目前唯一一个难题 就是缺块地 确实 你这样 等我回广西之后 帮你找找看 有没有合适的土地 有的话我就联系你 有你这句话我就安心了 那就这么定了 我也就先告辞了 我送你 对了 隋英 我家老二 这两个月可就托付给你了 你可千万别跟我客气 一定要好好锻炼他 行 我一定让他好好历练 小李子 今天上午都干了什么呀 转了转公司和食堂 还去了人事部门报到 贤 贤总 你看我做些什么 你看你刚毕业 很多事情呢 我也不放心交给你 所以 当我的助理怎么样 那 你打算让隋英做什么 他 再安排咯 怎么 不乐意啊 昨天是谁说什么来着 一切听领导的 现在反悔了 怎么会呢 我会努力的 不过 你这身衣服 我还没来得及买 走 我先带你换身装备 你总不能穿成这样 在我身边溜达吧 我今天下班回去买 是不是还得我请你 你才去啊 还真好看 这事也很好看的 我就觉得李公子长得好看 穿什么都好看 领带 建总 我自己来 好 瞧着一身板板正正的小西装 把她的身材衬托得越发性感撩人 我现在算是真正体会到 什么叫心愿一马小如飞飞了 建总 买这么多件够了 咱们回去吧 行 那我去结账 都这个点了 走 吃个饭去 今天花了多少钱 明天我找梁姐对账 把钱金块转给你 你跟我客气什么 收着就是了 我买东西 为什么要你来付钱 是啊 我和李渔现在还只是半生不熟的关系 这一下子给人换回去几十万 稀究起来 确实爱美 李渔这个人性情冷淡 骨子里有特别傲慢 不是那么容易无热的 我可不是白送你的 就是提前犒劳犒劳你 毕竟后面得跟着我东奔西跑的 谢谢建总 不过着装这些东西 实在不该您来破费 您的好意我心里 晚饭我请您 全当是谢谢您陪我挑衣服 别啊 之前一口一个蒋哥多亲热 怎么才半天时间 又是建总又是您的 你尝尝这个凉拌铜糠 特别好吃 建总 我自己来吧 别老建总建总 又不是上班时间 下班了你还是得叫我哥 不许偷懒啊 建哥 我自己来吧 我够得着 行 我就是想跟你说 这个凉拌铜糠特别好吃 好 我自己来 给 水 谢谢 白溪水呢 还真是怎么看都看不够啊 安德尚赶着讨好人家 人家还看不上我 算了 你说吧 秦皇岛那块地 报件的时候花了不少钱 现在眼看着要到最后关节了 之前审批材料的人出事 被抓进去了 只要这样拖下去 时间偷的钱全又打水漂了 哥 是我 李玉他也去你那里上班了 是啊 你有事说事 哥 那我明天去你公司 不行 让你来都够让我闹心的了 你就按爸说的 老实玩两个休息再来 李玉能做的我 好消息 秦皇岛那边的负责人物 给你联系到了 说是今晚有时间 可以一起吃个晚饭 太好了 李玉 你马上准备车 现在给我去趟秦皇岛 感冒了 可 脑凉了 小赵 你空调打那么大个是吗 递他你懂不懂 是 这只管 相刚 置住 小李子 今晚的酒局 你可得给我挡一些 我要保持头脑清醒 这事不解决 老子损失可就大了 你不是爱喝酒吗 从我认识他到现在 这个人 就一直是浑身魔王的样子 还是第一次见他这么专注工作 喝酒就是助兴的 喝太多了不就成了活受罪吗 这也是你工作的一部分 你以为挣钱那么容易啊 等以后你自己干事了 你可别以为自己有个厉害的老子 人家就一定买你的账 我刚出来做生意的时候 觉得自己背景了不得 谁见了不得敬个三分 肯定能轻而易举做出个样子 结果倒好 经验不够一直吃亏 受了不少罪 你别看我公司做得挺不错 其实能有今天 全是和汉水一种 来来来 先喝一个 来来来来 谁让你放心 你的事 你绝对放在心上 来来来 坐一杯啊 坐完咱就散场 来来来 喝 干杯